主席 主席 本院同仁 我们张部长以及石主委 各位先进 主席我是不是请教石主委 那个主记长 好 请主记长 石主记长 李委员好 主记长你好 这个主记处 总处 现在叫总处 主管这个税出 主管这样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执行 所以对本身的要求 应该要更严谨一点 有关这个 这个 行政主记总处 这个检任的十字等以上的人士 不检反征 这样的一个事情 按照这个102年7月之后 大概增加了18位 我们这样的一个检任的人士 我们本身应该是最节制这个人力的 就这个部分 主记长您怎么说明 是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检任的同仁比例非常的低 所以这次主改之后才做了一个调整 那调整之后事实上也是跟很多的相关的机关比 我们还是偏定而且低于那个法 就是说一规定的上限 那我们原来只有11% 11点多 那现在调整之后14点多 那还是低于很多的部会 增加到将近30% 这个实在是非常高 不是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因为我们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 我们的业务量大幅增加 那一直都没有动过 那这次那个主改 所以稍微把它合理化一点 但是还是低于标准 我是认为说你本身主记总处啊 既然要管别人 自己人家说脆弹不自己靠靠的 要管别人 我现在再度提醒这件事情 我们是从严在处理 另外就是有关资本支出这样的一个部分 很明显是违反预算法的有几个地方 举例子 原住民主委员会 编列补助民间团体教育推广费 2586万块 这个教育部编列对国外捐助130万 这个怎么会变成是资本支出呢 跟委员报告 我们那些补捐助 事实上还是看它的补捐助的内容 如果是属于资本性的 那我们会归在资本门 经常性的补助呢 才会归在经常门 所以不管对哪一个部会 原则都是一样的 这和资本支出有什么关系呢 这完全讲不通嘛 我想这个部分 主基础本身 对自己的要求 要更加严谨 类似这样的一个 经常性的业务性的费用 根本不能够当成是投资性质的一个支出 所以我觉得对这两项 我是非常有意见 时间的关系 会后再来说明 另外 有关长期照顾 过去几年都用第二倍金在支应 这个有关的这些日间服务员 很多的欠款 那我在向行政院长的总咨询的时候 一直提到 长照是一个国家重大的政策 也是未来整个社会要面临的重大议题 这样的一个不能够老是用第二一倍金来支应 表示政府的漫不经心 对重要的政策根本不重视 所以今年是不是不会再用第二一倍金 是不是都在经常们的预算 已经给它编组了 代表政府对长照 这件事情是重视的 政府事实上很重视这一块 所以预算都是有在增加 那当实际执行不够才会动二 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今年 因为过去是好几年都利用到第二一倍金 所以我要注意到今年 是不是不会再动用到第二一倍金 意思就是说你平常不会再编这个预算的时候 主席就有让他在这地方编组 对我们也是请各机关 如果能够评估的 确实评估有需要一定要优先编 那103年度有编列了41亿元 104年度再增加6亿五 编列了48亿元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够 如果真的不够 他们才会抱紧动之 我希望这个部分能够 一方面是院长的部分要履行他的承诺 一方面主席总处协助院长 在就这个部分的追踪 应该要落实这样的一个重大政策的一个常态性的 在未来性的一个重视 最后一项是有关各县市每一位国民小学 国民中学学生享受政府教育资源这个状况 这个对上户籍和上山 里岛不要算 因为里岛是特 人数非常的少 那里岛的各种特殊的补助 特别的高 譬如说连江县 那就是特别的高 41万多 我想这不准了 我们在以本岛这个部分 这样的一个对上户113台北市到这个云立县46 为什么这么低呢 4万6 4万6 4万6718 就是90年到99年各县市国民中小学 这样的一个学生资源人均资源 这个教育资源的分配啊 差异这么大 主基础有什么做法 还是要求教育部在提出这样的相关的教育补助的时候 重视到城乡的差距 我的重点在这里 是我想那个教育教育经费当很大很重视 所以我们在补助的时候 设算那个教育经费的时候 都有考虑到好几项因素 就是说像今天报告里面那个 第13页有关的分配办法 那当这个分配的原则 事实上我们也都要邀请各县市政府来会商 像今年8月8号就请各县市政府来 但是这个资源 资源和资源官差一倍以上将近1.5倍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说这是一个长期存在问题 没有时间喔 主席长希望这个部分 你在下一次的编预算的时候 能够特别注意到 不管是要求教育部 还是提醒各县市的这个教育主管 就这个部分了 希望能够恒评一下 因为希望人出事了不公平了 但教育的部分至少要让他公平一点 我想这是应该我们整个社会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 好不好 以上谢谢你 我们都尽量的公平合理 谢谢你 谢谢 请回座谢谢你 主席我是不是请教张部长 谢谢 好请部长 李文好 部长连续红了一个礼拜 我说你连续红了一个礼拜 是谢谢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昨天有没有给你太为难 也还好 还好啦齁 应该有时间沟通吧 有 所以和你的好朋友有沟通 让你不要说在这边 三位财经首长 是 财政部长 还有中央银行总裁 是 经济部长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 我想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是 如果站在纽约 曼哈顿一站过去 类似101这样的大楼很多 101大楼总资本额多少 多少 大概不到200亿好不好 我们抓高一点 170几 以一个国家的角度 一个国家的部长 要处理这整个国家的财政 财政收出化分法 房地 这个 課税的合一 很多的这个事情 对不对 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它象征性太强 是 倒不是它的本身 那个额度并不大 但是既然的话 我们也希望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地方 但是 希望能够落实 就是呼吁它的股权能够出清 呼吁它能够去做公益 呼吁它能够了解到 你站在那个地方 只有对你不断的伤害 更重 你在那地方就是变成一个标靶 让大家全民 因为你伤害这个社会太重太深了 你一定要彻底的悔改 法律是法律 改改就改 但这个就道德部分 还是整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期待 我想部长你有做这样的一个呼吁 希望也能够落实 透过各样的形式 但是 所谓的查税 我们总是不是清代 不是明朝 不是说拖出去攒 查税是例行性就要做的事情 合法的缴税 应该是平常就要做的事情 每个人都要缴税 所以我才包括说海外客税的这个部分 一直的不断的在这边一而再再而三 那个这么大的一个税额的部分 希望能够部长这个大政策 能够不断的追踪不断的落实 这是 谢谢委员不断的指教跟支持 谢谢 另外就是说 财政收入划分法 你今天的报告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事情 归结到最后 还是这个部分还是要解决 那这个部分 是不是 部长你就要等选举之后才要处理 不是 还是说 这个部分都就放在那边冷凍库 你就冷凍起来了 不是 委员很清楚 现在大概就是那四点 那四点如果有共识就可以了 第一个他希望补助款全部拿掉的 这个我没有办法做到 第二个希望说 均叫什么 几个化归中央负担的 就包括那个 守得税 比例从六花仙增加到十万 因为这四点增加中央 但是可以折中嘛 6%中央希望 地方希望9% 你希望6% 能不能在中间多一点 因为中央也是财政困难 我这边 你最近去年才增加了900亿的税收 不是吗 但是那是一年 我们是看了长期的 像这一次财政收支方 所以才说 我才说 因为你的同时要兼顾到开源 所以包括那种 所得税法的43-3-4的新增 这个其实都是 都是几百亿的税入的事情 就是不要 沾前顾后 不要 所谓台商的部分 以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社会氛围 已经来到 来到你可以 做的事情的时候 没错 因为部长 来到这个部长的阶段 绝对是24小时 特杰国家的社会 我是这样的相信 我相信部会首长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 认真在为这个国家在尽忠职守 所以有的大的事情 不要 我了解 没有只见欲星不见这个 是 委员的指教直选 对我都收益良多 我都记在心里 好不好 是 就是这方面希望能够大的一个税款 能够注意到 不然很多的重大政策不能多 我当然是非常了解 好不好 以上谢谢 好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